学佛同修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世纪 无论做什么好事 随便 不要去找 找就不好了 找恐怕极乐世界你去不了 有云 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 牺牲自己的平位 没关系 只要我真的往生 往生平位低一点 没关系 无所谓 不计较这些 但是要决定的是 做好事 要谦虚 现在讲要低调 不能贪明贪力 沾上一点烦恼吸气 我们的功德就变成负德了 功德是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 辽生死出三戒 负德不是的 负德是人听福报 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所以用心要纯正 不能有一点点私欲 有一点点自私的欲望在里头 就变质了 把功德变成负德了 世间人不了解 这好似啊 人天佛报也很好啊 不知道人天佛报出不了轮回 你想到轮回 就想就很可怕了 我们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